欢迎继续收看开播大中华新闻 将近期我们继续来看 何比同会四条里加进版做生爱加丘典 新闻透过跳舞与与专表演的方式来传达生活的大德力 这次应对了到何比的日子转表演以外 马断念专门 作为来演戏 何比同会四条里加进版 新闻大家都很厉害 无论是唱歌 跳舞专载家 对人来说都很简单 是都会广播当时重要的表演嘉宾 经历他们的组续爱加丘团 透过目的虚招 都来不一样的表演 好啊 我十九 你这样看不清楚 正一只眼 必一只眼 哎呦 君母 怎么这么明厉 漂亮又明厉 正一只眼 必一只眼 好啊 你人说他教我做他教 这次爱加丘团来到何比農会 就是照顾盆 除了表演伊华 还有请加重的任务爱玩笑 你什么意思啊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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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师 加四十 加三七 加二十一 要加十九 哎呦 可爱 那何美镇农会的我们四张领家政班 是有一群婆婆 然后非常有才华的家政姐妹们来组成 那他们又同时成立一个爱家剧场哦 然后把我们的人生百态 然后时下的新闻时事 用话剧的方式来表演 那今天呢 很开心我们邀请到我们绿造的这些高领者 一起来看戏 那透过我们家政班姐妹们的表演 然后让我们的高领者来欣赏 那同时可以启发他们的心灵 正向的思考 以及呢 可以用同理心的去看待人物的角色 那真是一个非常好的寓教娱乐的方式 谢彦如总监处这次 希望透过爱家剧团 中加进班的某某万人 来感染日是照顾班的中备 虽然一开始大家都拍照照顾 透过不断的高领 让中备的体验叛逝临行 多谢观看新闻的方向 何必彩虹报道